这老头在超市买完东西却没结账 因为面前的线上付款让他搞不明白 他一气之下拎东西就走出了超市 一下子就触发了安全警报 工作人员追了上来 结果老头脾气还上来了 来了一个回手套 自己却躺下了 还开始耍起了赖皮 女儿大漂亮告诉老头 因为老头现在年龄大了 必须搬过来和自己一起住 看着强势的女儿只好同意搬过来 这天一家人都欢迎老头过来 可是狗蛋却没有出现 因为老头即将霸占自己的房间 自己去睡阁楼的小房间 这里的环境很糟糕 不光有蝙蝠 还有一只小家伙 吓得狗蛋一头撞在门框上 晚上睡觉还会有水逐滴下来 狗蛋越想越气 他为了夺回房间 给老头下了挑战书 老头只是笑笑 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于是狗蛋发动了第一波进攻 他把音响绑在遥控车上 趁老头睡得正香的时候 无声无息地进入了房间 第二天小孙女来到老头的房间 看见玻璃杯里的玻璃球很喜欢 老头便想拿起来给小孙女 结果一时间 老头明白了这是狗蛋搞的鬼 晚上他叫来狗蛋 正式宣布自己接受挑战 但前提要一起签下协议 不能伤及无辜和不能毁坏公武 一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喜欢你就点赞关注 这个老头准备刮胡子 他拿起T恤泡沫 没想到被吊包成了泡沫胶 这就尴尬了 不用说肯定是狗蛋干的好事 气得老头疯狂打自己的脸 就在这时 女婿开门进来了 场面瞬间十分尴尬 狗蛋来到学校 跟同学炫耀自己早上的壮举 看起来非常的洋洋得意 另一边老头开始反击了 他带上工具来到狗蛋所住的阁楼 一眼就看到了狗蛋设计的检测装置 很利索的就解决了 然后开始给所有家具开始加固 狗蛋放学回到家 检查了一下检测装置 看到没问题他才放心的进了房间 刚放下书包 看样子老头是个狠人 狗蛋这天被老师抽中检查作文 他自信满满的大声朗读 没想到作文被老头给掉包了 老头来到超市 与他正在采购了各式各样的高科技作战装备 回到家他让小孙女教会了自己如何操作无人机 利用无人机间听到了狗蛋的一举一动 就在此刻 老头突然打了个喷嚏 无人机左摇右晃 等到老人抬起头时 无人机直直飞向女儿 这下可给女儿摔得不轻雅 看着蛇哥越靠越近 老人只好慢慢地挪到窗边 然后他爬了出去 一个不小心爬了下去 还好及时抓住了无言 结果却很尴尬 这个熊孩子趁老头睡得正香的时候 彤彤触发了爷爷的紧急呼叫器 救护人员直接破门而入 老头认斗傻了 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全身就被救护人员按得死死的 看老头不太冷静一直反叛 救护人员还以为老头发病了 而话不说就是一阵镇定器 好家伙 这么一折腾 差点没把老头送走了 这天狗蛋在学校吃午饭呢 校爸走了过来 按照惯例搜刮狗蛋的书包 狗蛋恨死了老头 狗蛋偷偷设置了老头的手机 这天老头在参加好友的葬礼时 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这天迎来了小孙女的生日 老头静心布置了环境 狗蛋看到温馨的环境 也就和老头冰释前嫌了 祖孙大战是一部面向家庭观众的电影 围绕着一个普通家庭 邀请一位年长的亲戚和他们一起生活 外公和外孙互不相让 一场有趣的斗智斗勇和恶作剧接踵而来 出演了一场祖孙大战 结尾自然是言归与好奇乐融融 我是大头 我们下期再见